救国团南投县团委会在往年暑假期间 都会开设多样适合小朋友的班队 让学生来学习 但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不仅减少了很多班别 上课日期也延到8月初才开始 包含像儿童的部分 还有运动的部分 语文课的部分陆陆续续来开设 因应这个防疫的规定 我们也开设了非常多的线上课程 那来提供民众不用出门 在家也可以做学习的一个状况 那也鼓励大家在疫情逐步解封的时候 能够做好个人防疫 再进到场馆来 功夫永春全儿童影指导老师沈俊宏表示 这次的课程有一个独特的教学理念 可以让孩子养成坚强的个性 启发孩子的未来 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 在课程结束后 希望小朋友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 并且可以训练良好的品格 可以让孩子变成坚强的个性 启发孩子的未来 课程结束之后 希望得到他们是健康的身体 跟能够自我保护 然后还有一个品格的训练 还有了解纪律的重要 自信心的建立 还有尊重 还有决心 跟当然最重要的是 在让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乐趣 县远赖燕雪表示 参加儿童影这不仅对小朋友来说 在漫长暑假有所规划 更可以在这里学到知识 希望小朋友们能够用心学习 利用暑假期间 让小朋友有体力的一个抒发 正向的一个管道 同时也能够训练小朋友未来的人格 品项发展 我觉得是相当的棒 也谢谢救国团这么的努力用心 期待每位同学 在学完课程之后 都有一个健壤的身体 正向的人生观 迈向我们未来的人生 不会让课程顺利的开课 救国团两个月来 严密遵守各项防疫措施 每位受课的老师都要经过病毒检测 在安全无语的情形下 才能够来上课 而室内的各个场馆也都经过清销 只要有学生来上过课 一定马上消毒 让所有的学生和老师 可以安心的授课 记者洪一轮南投采访报道